那個產品你到世界到處去 它就是可以賣就是吸引人家的東西 那個時候其實我一直覺得那是分隨米 其實你政府應該去幫忙這些有創意的產品 像工具那種 我現在不可以去找我 我又不知道股票 你現在一直股王 我現在不知道哪位大哥在玩股票 我不知道這些公司現在變怎樣 然後你政府就開始覺得晶圓 或者是所謂的面板有發展 拼命去投資它 也可以 可是很多專家就已經講 你那個東西你沒辦法 你懂的意思嗎 那個人家很快就追上來 當你沒有的時候 你現在公司拍單一直在做高科技代工 搶訂單的高科技代工 是不是 你現在在搶訂單 然後你能做別人也能做 甚至做到後面 你看現在 你有八吋四吋的要到中國去射 什麼液晶的一些東西要到中國去射找 為什麼 人家也在上來 以前講過 我聽過這個 很早以前中國講過一句 是中國那邊放出來的消息 他說你們台灣一直強調你們教育率很高 你們台灣人平均教育率很高 對啦 每個都至少都 多什麼高中二專以上畢業 我們中國教育率很低 可是我們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我們教育金字塔上面的十分之一抓出來 多少 你知道你懂意思嗎 你台灣兩千三百萬 就算你教育水準很高 是不是只有一千八 一邊一千五我算多一點 一千五百萬人 是教育水準很高的 你看你要的工程怎麼用 中國他有十三億人 他的教育水準很低 可是我只要他的金字塔 他的金字塔 可能就四千萬 什麼階級 碩士跟博士 你們的那個所謂的電子塔 最少是專科跟大學畢業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全部碩士進去 他就跟你拼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整個是一個產業 當我們在談農業 你會覺得限縮在這 可能那是一個整個國家你的 產業的配置 當你出問題的時候 農業就很慘 因為當你出問題的時候 你去剝削去壓榨去拿 就是往這些農業體積去用 前一波 以前米糖的時候 日本時代米糖 去贊助工業 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用稻米用農業去複製工業 然後到現在 農業還是在犧牲 以前只是把你的產值拿 把你的產值拿去補助工業的發展 現在是連你的土地都拿出來用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那我覺得我的思想是說 就比較大便 大層次跟大家講這個 整個環境這個面向 那 我不知道說大家會不會去朋友這些 那我想說說大家 大家如果在朋友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思想的一個架構去 去思考它 因為其實大概說你在談環境異地的時候 其實就不透這三個了 你看你每天在看報紙 如果說環境的事情 環境的一些 比較危害的事情 但不是天災 就是污染 那就是開發問題 其實這十幾年 都是這些 OK 好我現在大概想這樣 然後我想說 幾點 多一點點生 四十五還是五 九點 那邊去看 遠雄在陽明山的那個開發案 哪裡 遠雄 遠雄在陽明山 馬草 馬草 對馬草 開發案 像這個案子 因為它很明顯的 它是在一個有五十六地方 而且那個不是於 開建一個如懷休閒的地方的案子 我不想要知道說政府在言語什麼 欸 那個 我這樣講好了 能不能開發 能不能 能不能開發 政府是看地幕 地幕 那個地 地邊什麼地幕 好像不是政府 你已經是 允許一些合體 土石給你開發 對 我這樣就跟你講 那個地方 能不能開發 是看地幕 有沒有土石流 有沒有回來是 學者講的話 那土石流 它以前發生過 以前發生 那你 它就回來證明 你回來證明 以後還會再發生 或者它跟你講說 它已經做了萬全的 萬全的準備 不會再發生 那 那 對 因為你只要政府編定 這個土地 是 休閒用地 基本上 它就是 可開發 那 大家來 大家來 黨來反對 現在整個遊戲規則就這樣 業者會去 基本上那個地方 一定是可以合法開發的 除非我們講一些特例 用硬拗的去改變地幕 否則很多地方 他去 美利灣也是啊 是不是 他會去那個地方 基本上 那個政府已經把它設為可開發的地點 那 只是你 不管是因為生態問題 因為環保問題 你會提出那邊有危險 可是這樣就變成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這永遠是一個不平等的抗爭 它就知道 我合法開發 然後你們有本事你就提出危險給它 你要怎麼提出危險 我們現在永遠就是一直在講一些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你看 上次颱風來 每次颱風來 那個 那個 都蘭部落的居民 他多可憐 他們每次台灣來 他們都要跑去那個海邊 去派那個海浪衝到那個美利灣的那個沙灘上面 他們要去證明那個真的是有危險 不是空空說白話 可是 這次 我們知道沙灘是被 前天被弄出來 可是你只證明沙灘 它丟了那些廢棄物 可是你還是沒證明那個海浪 對它有影響 所以你懂得理想 那個馬潮也是一樣的問題 今天 反正那些業者 我就知道那財團很厲害 其實在 我們現在在聊天的時候 他可能又簽了哪一個 哪一個地理又已經簽下那個 購買 很多地攤檔就買在手上 然後他們都在看時機 所謂時機就是 這個時候可以 可以來動 或者他買的時候他不會 因為他有好幾塊要買 然後他就很低調的在那邊 這一塊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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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不會出面 他下面就有那些所謂的 土地公司來幫他進行 那農民知道 喔你來買地老 那你要轉換蚵子養老 然後 隔天又有另外一個去那邊買 那你要轉換蚵子養老 結果這些都是誰 都是那個財團出去的土地公司 他 反正我這樣大概這幾個 我只能講說 十分之一吧 有黨下來的案子 大概可能如果全部 以全部來講 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除了幾件比較 國光石化 環保 這比較矚目的以外 國光石化也沒擋下來喔 國光石化他最後是 駁回跟有條件通過兩岸變成喔 那是政府去施壓叫那個國光石化 算了不要投資喔 那個案子其實你要講他真的也沒擋下來 然後環保算是成功擋下 那其他的呢 幾乎沒有 但沒有 他不然要翻案 所有的案子都可以翻案 或者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重啟新案 環保也是一樣 環保這次擋下來 擋下來 你擋下來的一次只是擋掉這件開發案 十年後他可以再提啊 就像上次他已經 環保其實在十幾年前 他就擋過一次了 那他們不是有些OK的嗎 不是有些案子 這個案子OK了 可是政府他可能過個十年 他會再提新的案子 對居民就要重新陪政府再玩一次 所以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那這也是一直 這也是一直 我覺得就是說 剛才誰講說人民的問題 如果人民自己對於環境 沒有一個基本的態度跟意思 你那塊土地就永遠會被退 然後人民 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台灣很糟糕就是 因為不管是因為球 或者採用 我一直覺得說現在限於一個所謂的 乞丐邏輯 乞丐邏輯是什麼 就是因為球趴 只要這樣講難聽 掉一塊肉下來就過去咬 你也不管這塊肉是有毒的 沒有毒的 對 就是說很多地方其實一直沒有發展 然後 這種就說 那我給你開花工業區好不好 哇 然後你看 所有的開放我講一實在話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那開放好 大家都在反對 不光實話 你反對的這些人家支持人 你給我出來一堆 然後大普更明顯 是不是他還可以跟你講說 百分之什麼 九成八都贊成 所以 我這樣講很可悲就是說 如果你的居民 一直沒有 知道自己地方的價值 或者找不到自己一個可以走的位置 你永遠就是被人家擺 這次搞你不成 這次沒辦法指要 我下一次再 可是 可是我要講說 都這樣嗎 沒有啊 我很喜歡去日本 我覺得日本 人家基本上已經到止了 我不知道他們的公民社會 其實對於環境的態度已經到一個水準 真的到一個水準 為什麼到一個水準 很多污染性跟開發性的東西 你根本真的沒人敢提啊 我們這邊還要提了 然後到你們兩邊去爭 然後到街頭去運動 我一直覺得說 你日本好像大家都很安靜 都不抗爭的 我那天去我再跟他們聊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什麼台灣什麼這些什麼工業區 他們很多居民就跟你講說 不可能 你在日本 你一些地區 你怎麼可能把綜藝射到這裡來呢 你官員連開口連講都不敢講 你講就麻煩被人家打死 就是他們對於土地的利用跟環境 甚至於他們那些國土的分區 他們已經有個心理有個低 你這個地方你根本 你這個地方你根本不可能跟我來 跟我來談什麼要開工業區 日本的工業是幾乎 這一點也不一定是好事 可是他們的工業幾乎是集中在海上 很多集中在那個造物的那些新港的地方 你要開工業就去那邊擠去那邊吧 你這些農業區你根本都不要談 所以你在日本 你在日本跑真的那些大都市或者港 港邊我真的騙我 我那天也說開發真的完蛋 可是你只要往山裡面走 農村裡面走 我覺得那時候我還不相信 我說一頂其不是土地 我記得好幾次就是跟著車這樣繞 在那邊看 真的還沒工廠 真的沒有啊 然後你把那google地圖拿起來看 你去看 有他們工業幾乎又集中在沿海中 大概那個時候設立就在那些地方 你在他們的農業區裡面 真的很難去找到說 哇 像台灣這樣 這邊一塊那邊一塊那邊一塊 台灣的工廠真的是已經泛濫到那種 讓人家覺得很 很糟糕 那個就是沒有國土規劃 大的沒有國土規劃 小的那些山上那些很多地方 根本不應該 根本不應該有建設 你這麼就把它變成所謂修行用地 或者所謂的什麼什麼建地 然後 讓人家更深就是這樣 你那個財團在那邊搞那些大的都沒問題 然後你看最近離山的農民 去弄到小的 去弄到小的 去弄到弄小的 就他臉一塊地藥在那邊 他就把他趕下來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很 很 氣歸氣來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事情 大家還是 要講 要聽 要跟別人講 然後我覺得說 慢慢把那個整個公民意識給 拉起來很重 我覺得說其實 也不是說 因為其實這幾年這樣 我這樣有時候到處講 我今天講是這樣 來聽的人很多 其實比我想像的還 還熱氣 而且最近參與這些環境運動 可能真的也變多 可是我一直很貪心就是說 台灣的確就是說 對於這些環境是 真的是在提升沒有錯 可是我不要講 台灣那些整個環境的問題 也一直在往下墊 那你到底是不是會在 最後最低的那一刻 把他救起來 還是等到一人漏息 那你大家才在那邊懷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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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